Hello大家好 在疫情期间大家过得还好吗 我是郑凯云 那么在这段时间 真的是要宅在家 其实最高指导原则 包括了全台湾三级警戒的再延长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 尽量在家里头防疫 不要出门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希望可以降低人与人的连结 还有任何的接触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 尽量把病毒的传播链给切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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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指挥官诚实中 他提到了一些专有名词 你有听得懂吗 上次呢 他在星期一就提到了RT值 现在台湾的RT值已经降到了1.02 他说呢 这个RT值降到1.02 已经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 朝着这样的范围来前进了 什么是RT值1.02 这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还有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又是多少 另外你看这张是我们小安画的 好我们听到了陈时中讲的RT值 还有凯云以及过去我们在健康2.0讲的R0值 另外如果有人确诊的话 常听到CT值 这些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凯云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 到底这些在大家看疫情的时候 有哪些重要性又要怎么样来看 首先来看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这个R0值 我们先从R0值开始来讲起 R0值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基本传染数 也就是说一个病毒如果进入了一个 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 整个抗体的情况之下 它到底会传染给多少人呢 在台湾去年 也就是大家防守的很好的情况之下 R0值最多最多才到1而已 也就是最多的话 一个人会传染给一个人 不过我们这次台湾会爆发看来 是因为英国变种病毒 英国变种病毒本身的R0值就是3 代表着呢 那么每天确诊人数会比前一天多大概3倍 就是3再乘3再乘3这样一直往上 就是R0值的概念 那今天陈志中提到的RT值又是什么意思呢 T也就是时间 也就是一个病毒呢 进入社区之后呢 基本上只要有人有抗体 就不是看R0值了 只要有人有抗体 他就开始来看RT值 那么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呢 台湾的RT值多到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啊 多到了15耶 当时RT值15 那么大约时间是在5月13号到5月15号 因此陈志中说 RT值从15降到1.02 值得开心 而且朝着可以控制的方向来前进 就代表着 当时一个人在环境当中 他可以传染给15个人 我想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耶鱼啦 包括什么狮子王啦 查理王啦 K哥王等等 当然没有人想要感染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要努力来防疫的 但是这个RT值当时这么高 就代表它的传染力 还有传播力非常强 因此呢 在5月15号进行了 双北市开始进行了三级警戒之后 大家把这个传播链等于尽量尽量切开来之后 现在整个RT值降到1.02 那么这样呢 如果是1以下的话 现在1.02代表一个人会传染给1.02个人 如果有机会降到1以下的话 就代表疫情渴望可以反转 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会再往外传给一个人了 所以这个中研院的生意研究所 研究员何美香 他就说大概要观察到6月3号左右 至少再观察到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三级警戒 还有停课是到6月14号嘛 那么至少到6月3号左右 他看确诊人数是不是有降到100以下 还有重症也下降 他认为这才算虚缓 那当然另一个观察的数字 就是这个RT值 也就是呢 传染力哦 到底有多强 我们从5月13号到5月15号的15 降到了1.02 希望可以在1以下降 对于整个传播来讲 才不会有很多的传播链 还会继续下去 大家渴望才可以从三级有机会往下降 还有一个大家常听到的就是 CET值哦 CET值又是什么呢 我们从去年台湾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 比方有这个敦目舰队白牌医师的时候 就听到了CET值28 CET值30 那在这一次呢 包括了像华航 莫富特或者一开始 狮子会的这个前会长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CET值12啦 13啦 这CET值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CET值指的呢 就是新冠病毒的基因 在实验室当中啊 那么透过这个病毒核酸检测 测出来的数值 它要怎么测呢 这个新冠病毒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比流感病毒呢 小很多哦 大概是只有流感病毒的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要检测出它 也就是要确认说是阴性或者阳性 就要不断不断的复制它的DNA 如果复制越多次的话呢 代表这次病毒是比较小的 它的威力比较不强 但是如果复制比较少次就已经被检验得到的话 这代表这次病毒很大 而且对我们的威胁也是比较大的 像在去年呢 CET值平均下来大约都是在30左右 那代表它的病毒是很小的 所以相对它的传染力没有这么强 当时大家看到了敦目舰队等等 最后还好大家检测都没事 就是因为当时的病毒比较小 不过这次包括从华航 从诺富特还有狮子会的前会长 检测出来英国变种病毒 这一支现在在台湾肆虐的病毒 它的CT值呢 大概都是11啊12啊18 所以听起来数字比较小 代表什么 它不用复制这么多次就可以检验得到 代表它的病毒量是很高的 因此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 它的传播力也变得特别强 那么凯倫这边用两个 不一样的面积的扑克牌来做一个比喻 像这个呢 就是面积比较小的扑克牌 它的病毒量当然就比较小 另一个呢 这个是我们正常平常玩的扑克牌 这个它比它好大很多嘛 所以它不用复制到很多次 就可以检测出病毒量了 如果是这一种比较大的扑克牌的话 代表它的病毒是比较毒的 因此传染力比较强 刚刚呢 是安安帮我拍摄的 那现在安安你来帮我们做这个实验看看 帮我们排排看扑克牌好吗 好 来 我们这两张都是A4的纸哦 那如果先用小的扑克牌 安安来帮我们排一下 1 2 3 4 5 6 7 扑克牌比较小呢 代表它的病毒是比较小的 然后要复制很多次才可以检测的到 2 2 2 3 好我们大致上这一张大概排了23个小扑克牌哦 那么就代表说 这个CT值以这个病毒大小的话 它的CT值是23要复制23次才可以被检验的到 那如果是一般正常大小的扑克牌的话呢 来安安也帮我们排一下 小的我们刚刚看到了排了23次 等于病毒要复制23次才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说是这个比较大的你看哦 12 3 4 哇好快哦 整张都快满了 5 6 7 8 9 10 11 12 顶多如果再把扑克牌切一切 可能13或14等等 等于这个小的呢 要复制到23次才可以检测到 所以它的病毒量相对是比较小的 你看它比较小 然后这一种呢它只要复制14次 就可以检测到它的病毒是比较大的 所以每次看到数字比较小 反而传播力比较长比较毒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今天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了 包括RT值R0值还有CT值 希望大家都有听懂哦 那么也希望呢这个RT值 也就是现在是1.02嘛 真的希望可以降到1以上 让台湾赶快早一点脱离疫情 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孩子们其实都还在期待 6月14号停课之后 可以回到学校看同学 然后这个学期呢 还可以有一点点的互动 接着当然比较辛苦是要考试啦 但是大家都希望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咯 那么在这段时间 记得要勤洗手 戴口罩 还有要多消毒哦 另外呢 如果你要出门买东西的话 记得除了口罩之外 而且口罩边边是要贴合你的脸的哦 不要让病毒有机会进去 另外还要记得戴上护目镜 才可以保护你自己 这段时间辛苦一点宅在家 能不出门 尽量就不要出门 去做人与人的任何的连结咯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度过疫情 那么凯云还有健康2.0 也会持续陪伴大家的一起加油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